他仅有三万元钱 却要承包一座没人看好的荒山 人们都说他肯定会失败 如果你都做出来东西的话 我这办公的名字都可以导致写人做 我就要做给他们看看 让他们关不相看 五年坚持 他穷到连个灯泡都买不起 甚至要向亲戚家十几岁的孩子借钱 他摸摸摸拿三块钱给我 他说舅舅这里拿去买吧 十几岁比赛 一 三 二 一 开始 看重庆市南川区的王宁洪 如何用三万元起家 年入五百多万 实现创业梦想 欢迎收看制服经 我们今天 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叫王明洪 他初中毕业就去了福建打工 2003年他带着仅有的三万元钱回到老家 要在一座荒山上创业 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断言 说他肯定会失败 因为这座山上的土是非常贫瘠的 很难种出东西来 甚至还有人就当着王明洪的面说 说你王明洪要是能干出什么名堂来 我就把名倒了些 结果呢 王明洪还真的就只用着三万块钱 创造出了五百多万的年销售额 这是圆黄梨 个头非常大 每个的重量大都在八两左右 这天一大早 王明洪就招呼员工开始销梨 一场吃梨比赛即将拉开序幕 每人一斤梨 谁先吃完谁就赢 比的就两个字 速度 瞧这位男士 看起来很有夺冠的潜力 再看这位小朋友 也真是够拼的 选手们吃得有激情 观众们看得也来劲 不过这位小朋友 估计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 都有点看呆了 很快 这一组的冠军诞生了 有请王总外 胜出选手颁奖 每一组的冠军都将获得一箱离 王明洪举办活动的目的是聚动人气 吸引更多的游客 来基地采摘 现场很多人都不止一次来过这里 每一年就是我们一家人都会上来买梨 吃梨 然后参加这些比赛 比赛结束后 游客们来到梨园 开始采摘圆黄梨 让记者有些意外的是 王明洪把圆黄梨的价格卖到了8块2一个 我们这个梨子就卖8块多钱一够 8块2毛钱一够 就我吃的这一个就8块2 对8块2毛钱 这也太贵了吧 这个不贵的 那你8块钱一个这个销量怎么样 一般的梨子我们也就是15天以内就全部卖完了 8块2一个还能全卖完 对 全卖完了 除了8块2一个的圆黄梨 王明洪还养殖了鸭子 土鸡 发展循环农业 年销售额500多万元 然而 王明洪开始创业的时候 手里只有3万元钱 而且他创业的这个地方 曾经是一片荒山 因为土质太差 山上的树长了10年 也超不过一米 对于很多周边的村民来说 王明洪能有今天 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根本说想不到 那个是 作为我们那种 至上与他的这种至上来说 根本说都想不到 那种荒山能够变成黄金对待 很多人都配合他 有个穷乔子 现在成了个北万富翁 的确很配合 仅用3万元 就能把200多亩的荒山 变成聚宝盆 不光别人无法想象 连王明洪自己回想起来 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现在说出来 那时候都太累了 那个日子过得不是我们 你是那个人过得日子 是什么让王明洪的妻子伤心落泪 王明洪又是如何靠3万元起家 实现年入500万的财富梦想的 王明洪初中毕业 就去了福建打工 后来和妻子一起摆摊卖菜 尽管漂泊多年 心里却始终有个创业梦 可一直到2003年 只攒了3万元钱 想创业 这点本钱哪够啊 王明洪没想到 还真有一个机会出现了 2003年 离王明洪老家不远的这片荒山 正在对外承包 200多亩的面积 承包费27000元 租期30年 乍一听还真是便宜 但是当地人都知道 山上的土质太差 很难种出东西来 我们小时候 有的是来十几年嘛 是开的茶山 种的茶 所以最后 没的人管 都没有种的车 别人都说不行 但王明洪却想试试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王明洪 想用仅有的三万元 去驳一个未来 说不定 梦想就实现了呢 很快 他拿出两万七千元 包下了荒山 他要在这里 种植蔬菜 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们小的时候 像我们这边的土豆 这些白菜 萝卜 这些一毛钱金 我们在那边做生意 是一块两块三块 有的时候在卖 那个你说我们这个 一毛地 缠几千斤 你说那个是 多高的利润 是吗 王明洪包山 种菜的消息 很快就传了出来 几乎所有的人都断言 他肯定会失败 甚至还有人 说出了这样的狠话 他说王明洪 他当的王明洪 这样说嘛 他说如果说 你都做出来 东西的话 你得擦什么 他说我的姓 我都跟你姓 我都把我的名字 都可以导致写来做 我就不相信 他们这个说这个话 太省人了 太瞧不起人了 我就要做给他们看看 我就想方设法 把这个事情做好 让他们 观目相看 王明洪信心十足 可买完蔬菜种子和生产工具 钱几乎快花光了 想在山上建个房子 却连买水泥的钱都没有 没有这个水泥嘛 就这样一块一块的 吹起来的 就这么落起来的 啊 这样落起来 他这个高了以后了 他就会害怕那个风吹会倒 那就矮一点了 他就不会倒一点 这个 这样很危险 这没办法 当时条件很艰苦吧 没有钱买这个水泥 很想过渡一下 等赚了钱再建新房 但等把菜种下去 王明洪却越来越没底了 因为这山上的土 的确有问题 你看我们这个地啊 就全是那个沙地 沙地啊 就是那个土质比较差 它那个 它那个云一样也没有 这个土啊 你看就是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 石子一样了 它就一口一口的 它就不饱 不饱水 刚开始长得还可以 后来太阳一大了 或者说什么需要养分的时候 全部死掉了 忙活一年 种了两茶菜 最后都死了 三万元钱打了水漂 村民们的预言成了现实 但王明洪 却不承认自己失败了 约是别人 对我们这个 鄙视我们呢 看不起我们呢 觉得我们乱得搞了 我约是说 这样失败 我在做第一件事情 现在才刚开始 我不承认我失败了 我要再 想尽办法来做 想尽办法来干 不认输的王明洪 东拼西凑 又借了九千五百元 这一次 他看中了一个 新的商机 这是袁黄梨 2004年 王明洪来到重庆 一家苗圃公司考察 了解到袁黄梨 在当时是一个新品种 整个重庆 几乎还没有人种植 时长空白巨大 并且适合 在沙制土壤生长 这让王明洪 非常心动 当时这个 因为苗子的价格 这种袁黄梨的价格 是三块五一桌 这个普通的 像黄花梨 黄金 这些苗子 才一块五 我买东西 我都买 认贵的买 我说肯定 它再贵一点 肯定有它的优势 袁黄梨 四年才能挂果 对王明洪来说 这是一个赌注 赢了 将彻底翻身 改写命运 但现实确实 它将一家人 拖入了长达四年的困境之中 我们刚开始来到 这个荒山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赤比人高 这个草 你看 就是这个样子的 人进去还看不见 王明洪告诉记者 刚开始种迷的时候 每天都要割草 翻土 草丛里随时 可能碰到蛇和蜂窝 那里还有风景的 对 在那里 对 一锅炒过去的时候 会出来 这里一下 也很正常的事情 挺危险 是很危险的 对王明洪来说 身体上吃点苦头 倒不要紧 可怕的是资金上的压力 平日里除了种点花生 红薯卖钱 王明洪没有任何收益 他想过这四年的日子 会不好过 但没想到 竟会是这么难熬 这一天 一场庞陀大雨 一直下到了天黑 王明洪和妻子住的房子 在大雨之中摇摇晃晃 夫妻俩吓得躲在了桌子底下 并紧紧地抱着一台电视机 我们两夫妻就把那个电视抱起来 怕那个水泥瓦垮下来 怕把电视砸住了 我们两个就把那个电视抱起来 我们就有人把那个电视机护住 盖着有一个桌子放在下面去 人就在下面的 反正那个房子就晃住很厉害 怕房子倒是吧 怕房子倒以后 把我们电视机砸坏了 电视机是一个朋友赦给王明洪的 虽然是二手的 但却是唯一值点钱的家当 当时王明洪已经穷到 口袋里连十块钱都逃不出来 家里的灯泡坏了好几天 都没钱换新的 我有一个那个子人到我们家里 他我自己没有钱 我就给我那个子人说 你能不能借十块钱 给我去买一个灯泡 或者另外还买点盐啊 什么东西 这个拿着自己回来的 他摸摸摸摸了三块钱给我 他说舅舅 这里你拿去买吧 开口像一个孩子借钱 王明洪感到很羞愧 但其他人根本不愿意借钱给他 那时的王明洪走路都恨不得低着头 像我们当时那个状况啊 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我们的 大家都觉得你这个没希望啊 他我们对他心中是有希望 但是别人他是要眼睛看见 希望他这是希望嘛 他不会跟你想到你心中的希望嘛 为了把心中的希望变成现实 王明洪带的妻子 岳父岳母一家人 每天都从早干到晚 当时他们的女儿只有四岁 留在家里没人照顾 因此每一天 无论酷暑严寒 刮风下雨 都只能把女儿带在身边 想起我的女儿那个时候的样子 我就说不成我这个当妈妈的 为什么人家的孩子都过得很好 我的孩子为什么就在旁边坐着 坐着很大的太阳 我们一起晒太阳 天晴就晒太阳 下雨就被晕 那个日子 我真的是很难受 当母亲呢 就没有做到一个好母亲 或好一个好父亲 为什么要让我的女儿来受这种折磨 我就是这样想的 原来你只要想到妈妈 妈妈跟你爸爸那个 拿上那个日子 你都会说得出的 你的真心话真的挺难难 对于女儿王毅来说 父亲开荒时的记忆早已模糊 但有一顿饭 他却始终记得 那一天早上不到六点 王明洪就带着一家人上山了 光过着干活 一直到下午三点还没有吃午饭 等到岳父回家做饭 再送上山 女儿早都已经饿哭了 快食就来不及人 来不及咬 咬就用那个手就抓了吃 这样抓了吃 他一下子就吃了两碗饭 感觉还是没有吃饱 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饿 然后因为还大声还小嘛 然后就叫 就哭啊 反正感觉那个日子 还是很难熬的 他吃了两个小碗饮子 都告诉他说 今天这个饭是 外公做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其实是我的肚皮都 我都呱呱叫了 这顿饭就像是一记耳光 打疼了王明洪 王明洪感到愧对家人 但他清楚 自己能做的就是更加努力地把梨种出来 他的拼劲 很多人都看在眼里 中午吃饭都是包装饭都是包装饭的 中午都吃了就觉得干 心里面都感到心酸 大家都为你付出了 你自己又不下决心 又不努力地坚持 那不是更对不起这些亲人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 梨树苗一天天长高 曾经荒草丛生的荒山慢慢变了面貌 到了第四年 圆黄梨挂果了 每隔几天 王明洪就要尝一尝梨子的味道 他盼着这些寄托了他全部希望的圆黄梨 能够甜一点 再甜一点 这个挺漂亮的吧 是 你尝一下吧 这个很好吃的 这个直接吃 直接吃 我们这个梨子很小的时候就套袋了 套袋了也不需要打烤 也不防虫 什么都能够很 直接吃吧 这个女神 女神食品 直接吃 可以吧 嗯 怎么这个沙子很细 这个水分很充足的 肉很细 对 然后你看这个水分很足 掉滴出来的感觉 是啊 对 你看都滴出来 对对 王明洪告诉记者 2009年7月底 他把第一批成熟的圆黄梨 带到很多区域的农贸市场去卖 有人却向他提出了质疑 不过这种质疑 却让王明洪非常兴奋 顾客啊 他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第一次看见 我说这是我自己种的 大家都不相信的 你能种出这个样 这个这个东西 这个是可能是人家外国的 他们的眼里我们生产出来 我们不能生产的东西 难了我们把它生产出来了 这肯定就是我们自己感觉有价值了吧 哇 这有个脸 你看 这个脸都长了 圆黄梨又大又漂亮 每个的重量差不多能有八两 每次卖梨 王明洪都会请人试吃 两元多一斤的圆黄梨 和其他品种价格差不多 口感却更棒 很快四万多斤梨就卖光了 王明洪赚到了八万多元 他迫不及待的要做一件事 盖新房 这就是原来那个 干装那个房子扒了以后 对对对 就把那个我们把那个 那个装拿开了吧 拿开了以后就建了这个房子 猪啊 羊啊 送到哪里去呀 捉起当时的情景 王明洪还是很开心 毕竟憋屈了好几年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接下来 王明洪又做出了一件 让大家更佩服的事 把圆黄梨卖到了八块二一个 然而采访中 记者来到重庆的水果市场进行调查 很多商户的反应 却是这样的 这个梨按个儿买八块二一个 八块两个 但是那个梨可是可以 但是一般人吃不起 现在我们那个两块我都买不出去 还有活动的八块钱八块钱八块钱我不要几个肉来吃 是不是 八块钱一个不是八块钱一斤 我知道八块钱够呀 我说我亲眼吃肉不想吃那个梨 就假如说 是吧 好吗 八块钱一个你觉得能卖得出去吗 在你卖不出去 绝大多数的商户都觉得 八块多一个的圆黄梨根本不好卖 那么王明洪是如何做到的呢 2010年8月又到了卖梨的季节 这一次王明洪有点不甘心 和市场上其他品种的梨 买一样的价格了 我们的成本高一点嘛 我们有套袋又蔬果 怎样又全部用农家回种的 你这个不好吃的梨子 你就卖两块钱 我这个梨子比你这个好吃一倍 好吃很多很多倍 我肯定卖两块钱 我自己觉得冤啊 我肯定想卖四块五块 可王明洪稍微一提价 消费者却不买账了 当时我们这些普通的那些 为我们这么好看的梨子啊 他们卖两块 我们也只卖两块 那就很好卖 如果说我们要想贵一点呢 他们说你这个梨子 我还没看见过 我没吃过 还不知道你怎么 你要卖贵一点 就不好卖 自从把价格提上去 圆黄梨就滞销了 家人都劝王明洪 赶紧降价卖了 因为时间长了 梨就会烂掉 到时候别说赚多赚少 说不定还要赔钱 可王明洪却下定决心 要在销售上 创出一条新路子来 有一天 一个朋友的话 让他一下子 找到了突破口 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这个梨子好吃 我打算给我的朋友 或者我的长辈 这些提一点气 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包装 什么的 我们当时只有那个方便袋 他这个一句话 就让我点醒了 我们这个东西 能够做礼品 被点醒的王明洪 有了目标 对圆黄梨进行礼品化包装 注册商标 申请绿色食品认证 定制礼盒 这几步之后 王明洪 把像这小朋友手中 这样一斤左右的 精品大果挑选出来 12个装一箱 第一年定价50元 但王明洪清楚 这样的产品 拿到农贸市场上去卖 肯定行不通 他开始筹划一项 新的举措 三 二 一 开始 两个字还没说完 选手们就开吃了 从2010年开始 王明洪都会举办一场彩梨节 吃梨比赛 销梨比赛 活动内容相当丰富 加油 热热闹闹的彩梨节 吸引了很多游客 来到王明洪的基地采摘 口碑相传 客户越来越多 王明洪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销售渠道和消费群体 到了2013年 圆黄梨的产量已经基本固定 每亩大约2000多斤 但客户却越来越多 王明洪综合成本 市场等各种因素之后 决定把每箱的价格提高为100元 算上包装的成本 平均8块2一个 相当于10元左右一斤 这样的价格 消费者能接受吗 王明洪的体验是销售 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除此之外 他把个头较小的果子 通过经销商卖到了全国各地 售价5元左右一斤 同时王明洪开始发展 重氧结合的循环农业 到目前2016年的销售额 达到500多万元 实现创业梦想的王明洪 回报了家人的辛苦付出 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勃勃生计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 王明洪非常能吃苦 也很有韧劲 同时他在项目的选择 以及产品营销方面 也是很有智慧的 应该说创业不能够蛮干 只有找对方向 您所吃的苦和您的坚韧 才有了意义 好了各位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致富金官方微博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致富金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这片水面让众多淘金者蜂拥而来 疯狂打捞三个月却失望而去 蔡云楼也想发这笔横财 在别人的观望中 他最终让百万财富从天而降 在我心中他就是神 在我心中他就是神 你真正的神 别人佩服他运气好 他却说每个奇思妙想的背后 都是一次次的精心布局 在这个二十多万亩的水面和草原上 看黑龙江省赵元县的蔡云楼 如何让财富来敲门